第五题 设N为自然数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请猜测1加2加3加加加加加N-1加N加N-1加加加加加3加2加1 化解后的式子为何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那么N是自然数 所以我们看N等于1最小的时候 所以中间这个数是1 那么因此整个式子就是只加到1 所以它的和就等于1 接着我们再来看如果N等于2的时候 所以中间这个是2 所以前面有一个是1 意思也就是说就是1加2再加1 所以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和是4 我们再来看当N等于3的时候 所以就是加到3 所以3的前面有2有1 那么因此也就是1加2加到3 再加2再加1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这个值 那么就等于9 我们再来看N等于4的时候 所以N等于4就是加到4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1加2加3加4 再加3再加2再加1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16 所以如此下去 所以反观我们来看 是不是有一些贵纳的步骤 那么因此1我们不知道 4、9、16 所以4我们看到是2的平方 9我们看到是3的平方 16我们看到是4的平方 那么因此1我们就看到它可能就是1的平方 那么因此我们就猜测 所以1加2加加加加 那么加到N-1再加上N 那么再加上N-1加加加加 加到2再加1 是怎么计算呢 当1的时候中间是1 所以是1平方 当加到2的时候中间是2 所以是2平方 中间是33的平方 那么因此这里中间是N 所以整个式子 我们猜测它就是等于N的平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试用数学规纳法 证明第一小题的结果 那么因为版面的关系 我们先把第一小题 也就是猜测化解后的式子 我们把它写过来 经过我们猜测计算结果 那么得到的是N的平方 版面的关系 我们来证明第二小题 所以我们先行把第一小题 计算的过程插去 我们来证明第二小题 意思也就是说 对于N是自然数 我们证明了 1加2加3加加加加加 加到N再加加加加 加到3加2加1 那么证明会等于N的平方 也就是我们猜测的结果 那么利用数学规纳法的证明 第一步骤那就是验证步骤 那么验证它最小的值 那么N是自然数 所以验证N等于1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当N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里有等号的左边跟右边 那么因此我们先来计算 左边的式子 所以左边的式子 N等于1就是加到1 所以左边的式子等于1 我们再来看右边的式子 那么右边的式子就是我们猜测的N的平方 当N带1 所以1的平方等于1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R4左4 那么就会等于右4 1所以就说当N等于1的时候 我们证明的结果是对的 所以当N等于1的时候是成立的 那么接着数学规纳法的第二步骤 叫做假设步骤 那么假设什么呢 假设当这个N等于1234 一直到K的时候 那么都是对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它都是成立的 那么都是成立 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那么把N换成K的意思 所以就是1加2加加加 那么加到中间这个N 我们把它换成是K 再加加加加加到2再加1 那么就会等于N平方 N我们把它换成K 所以变成是K平方 那么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那么第二步骤就是我们第三步骤要来用的 那么因此我们再进行第三步骤 第三步骤的意思就是推论步骤 或者是归纳步骤 意思也就是说当N等于1对啦 K也对啦 1到K都对啦 那么再多加一个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所以一样这个式子有走势有右势 我们证明走势会等于右势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走势的值 所以走势的值呢 现在N等于K加1 中间这个等于K加1 是这里等于K加1 那么也就是呢 1加2那么加加加加加加到K 再加上呢 多一个也就是K加1 那么再加上K 再加加加加 加2再加1 所以呢就会等于 我们呢要利用第二式来证明 第二式呢是加到K K-1是加到2加1 所以呢1加2加3加 加到K 接着呢是加K-1 所以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加到2加1 那么画蓝色为底的 这个就是第二式告诉我们呢 等于K平方 所以呢剩下的 那么就是这两项 那么这两项呢 就是K加1 再加上K 所以呢我们要计算一下 那么就是呢K平方 再加上K加K 这里呢是2K再加上1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是K加1 那么整个的平方 所以呢这个式子 那么刚好就是等于我们的右四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证明呢 N等于K加1的时候 那证明左四跟右四是相等的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当N等于K加1的时候 我们证明呢它是成立的 所以呢我们就说 根据呢数学归纳法 什么叫数学归纳法呢 就是第一步骤假设 初始值N等于1的时候成立 那么接着呢第二步骤假设N等于K的时候也成立 第三步骤呢我们就说假设N等于多一个K加1的时候 那么我们证明呢它是成立的 所以呢我们得到结论就是 1加2加加加加加加加到N的时候 再加2加1 那么这个呢也等于N的平方 那么这个式子呢经过我们证明之后也是成立的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是计算1加2加3加加加加加加加到99加到100加99加加加加加加加3加2加1的值 所以呢经过我们的证明以后 第一个式子是成立的 意思也就是说呢1加2加加加加到N 那么继续往下加它就会等于呢是N的平方 那么因此呢我们这个式子是加加加加加到100 那么再加加加加到3加2加1的值 所以呢就会等于N的平方 意思也就是说呢就会等于100的平方 计算结果呢我们就得到这个值呢就等于1万 所以呢第一小题我们证明画简这个式子猜测 它就是呢等于N平方 那么第二小题我们利用数学规论证明结果是成立的 第三小题1加2加到100再加3加2加1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是1万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